好輕盈的高瑞馨 你瘦了幾公斤啊 現在還是兩公斤嗎 還是兩公斤 剛剛感覺如何 很棒耶 他一直稱讚你耶 他說你變得好輕盈哦 因為我一直都沒時間 什麼意思 因為又要上班 又要趕比賽 你就能體會 很能體會這種沒時間的感覺 所以把那個意思意境唱得很好 了解 珊妮老師 我先想一下瑞馨的部分 我其實覺得 莫文蔚這個沒時間 整體的跳躍性跟流暢感 那個感覺很重要 那我覺得瑞馨其實 今天都有掌握到整個重點 那我覺得整體來講呢 比較唯一有問題的是 瑞馨常常出現的問題 就是唱歌很用力 那的確剛剛在唱這首歌的時候 是比較用力的一點 就是所有的字句來講 因為他這是一個很清爽的一個詞 但是我還是要給瑞馨很大的鼓勵 因為他要工作 然後還要趕高鐵 但是他每個禮拜都可以把詞記得很清楚 而且包括整個在台上所有的動作 都可以做得很完整 我覺得前面忘詞的參賽者 要覺得很慚愧 因為怎麼可能會連一首歌都記不住 那我覺得瑞馨每個禮拜都做很足的準備 我覺得這就值得評審給他分數 謝謝老師 然後雲金的部分 我要講一下 我覺得曖昧這首歌 其實大家撇開楊成林給大家的印象 不談的話 就是曖昧這樣子的東西 那我覺得這首歌 其實它美麗或者是給人的感覺是 它有很大很大的空間 不管是女生或者是男生 它的重點是你給它什麼樣的空間 它不是一個技巧性非常難的一個歌 那絕對是雲金可以駕馭的一個歌 但我覺得雲金可能卡在楊成林這個image上面 但是那麼有魅力 如張雲金這樣的人 怎麼可能沒有辦法用你自己的方式去詮釋 曖昧這樣的感覺 因為你應該可以做得比楊成林還好 都有可能 因為你有自己非常獨特的那個個性 這個歌美好或者是給人家所有的空間 或者是 它的特點是在於這個曖昧的這個 掌握的這個空間 我想你今天並沒有掌握到這個重點 謝謝 古倫老師 我覺得今天兩個人都有一個共同問題 你們都比較 聽起來都比較ㄍㄧ啊 其實兩個人都是 那我覺得瑞欣呢 因為這一首歌對你是個考驗 因為瑞欣是一個很ㄍㄧ的女生 那你以前被隆懸老師說唱一首歌嘛 那莫文外這首歌是一種非常灑脫的歌 沒時間也沒時間 然後你看他的MV跟他唱法 是非常freestyle 那你已經盡量在做了 但是我覺得聽起來還是硬 比較頂 那雲金呢 其實你知道雲金 這首歌是楊誠霖的很甜美的代表作嘛 那雲金是酷的嘛 那怎麼樣表現自己的雲金 我覺得編曲也要弄一下啦 因為那樣的楊誠霖的編曲 配你那樣唱 就有一點感覺怪怪的 然後雲金呢 其實今天有很多拍子都敢喔 一開始的兩句就敢 然後還有一些 像連擁抱都沒有勇氣的Pitch往下掉 那現在我感覺就是 酷的唱法加甜的backing 加起來有一點比較反差啦 好,那麼最後一組 到底這個紅白兩隊分數如何 決定在隊長張雲金跟高瑞先生上了 好不好 我們來看兩邊的分數 先看白隊、隊長、張雲金的分數 請下 加油 41.5 很好的分數 掌聲 掌聲 謝謝 好,我要看到高瑞鑫 最後分數在你身上了 好不好 到底哪一組可以拿到兩萬塊錢 就決定在最後你的分數上面 好 高瑞鑫的分數請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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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來一點 怎麼會這樣 我們願意這個絕對不是故意的 你看看整個老師給的分數 樂龍老師8.5分 國華老師8分 國龍老師8.3分 你看每個分數通通不一樣 加起來剛好又41.5對不對 我覺得我們評審等一下要去買樂透 真的 我覺得太厲害了 你們很棒 很棒 真的 好奇怪哦 國華老師要講一下 我覺得今天兩個人都沒有表現出特色來啦 但是呢 因為 雲金的部分是 我覺得他唱這個歌真的卡在一半 真的不上不下 不大像他自己的風格 然後又跟楊丞琳有一點差距 那個瑞鑫的部分也是一樣 他很少全是這樣可愛的 所以他有一些動作跟... 就是有一些聲線 聲音啊 Pitch 都跟你平常的表現都會有點差距 所以我覺得你們今天表現都 差強而易 是 國華老師給的分數兩個都是8分 就是很公平的 他沒給7分就不錯了 對 8分很好啊 代表是過關的啊 好,現在目前的總分 看不出來 兩位分數又是個打合 好,握手言和 也謝謝兩位 恭喜兩位 謝謝 好,做最後的成績公布 那麼在個人的分數部分 最低分落在廖志良 以及楊美玉身上 要分恭喜林中興 謝謝 但別忘掉了 今天的個人分數 將會加總到下一集的分數 變成總積分 分數最低的那一位 將永遠的離開超級偶像的舞台 請所有的參賽者繼續加油 但是今天我們分為兩隊 有白隊跟紅隊 到底哪一隊可以得到兩萬塊的 獎金呢 古倫老師 因為今天我們是一個 比較特別的比賽 是 今天不淘汰人嘛 而且今天是分兩隊 然後有請來兩個高手 小鐘跟那個No Name 是 真的是為兩隊增色不少 是 所以今天呢 有一個非常特別的消息要宣布 因為今天是兩合 兩勝 各兩勝 所以今天是評分秋色不分宣制 我們要把獎金累積到下個禮拜 贏者拿四萬 真的 好 他說加大賭注 加大 但是如果下個禮拜 評審還是給出同樣的分數 四萬歸評審 沒有 沒有 就是要給他們很好的獎勵 也好 他們都很棒 今天我覺得要歸功於兩位的 唱將大來賓 帶來所有的參賽者更多的實力 跟軍力 好不好 謝謝兩位 謝謝小鐘哥 No Name 謝謝 同時也謝謝辛苦的五位精神 謝謝辛苦的樂隊老師 造集師 舊舊老師 查理老師 謝謝 辛苦了 下週我們將有一位的參賽者 離開超級偶像的舞台 希望所有朋友繼續支持超級偶像 下週再見 拜拜 謝謝 謝謝現場所有的朋友 謝謝 由於本週成績 將與下週成績加總後 淘汰最低分的參賽者 因此 在這一階段最低分的選手 等同面臨了淘汰的軌跡 我相信今天的成績 對我來講是非常大的機率 那我也相信今天表現 真的是不太好 那尤其是自己忘詞的部分 那實在很 不是很 應該要做的事情 那我相信在下禮拜的話 我真的要更努力的 加油 可能我這次沒有準備好 對啊 我覺得忘詞真的很不應該 對啊 然後家人都這樣 還有學弟學妹都來看我 然後就 贏得很心虛啦 真的 所以下次我會把它唱好 我就努力把分數賺回來 今天的紅白對決PK賽 不只是團體間的對抗 更是個人歌唱實力的考驗 各種評審指定的歌曲難題 讓分數不單是勝負的依據 更是評審對參賽者的成果驗收